有些观众朋友在问 我们年金几岁开始购买比较对 那通常年金的购买呢 分两部分 一个是从退休计划里面 比如说IRALR去买的 那另外一个是从自己税后的钱 这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说不管是税前税后的钱 都是59岁半才能拿 那59岁半才能拿 如果你是税后才能放的钱的话 如果你太年轻的话 比如说30岁35岁来忙的话 你要等到这么久才能动的话 一般来讲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我们通常建议大概50岁以上的人 离59岁半没有太远的人的话 税后的钱去买年金都是很好的 因为再过几年 比如说像我的年龄 我根本不用担心 59岁半的时候呢 这时候买年金就没有问题了 那如果是退休计划里面 因为它本身就是需要59岁半以后才能动的 所以这样年金的59岁半也没有什么特别问题 所以呢你在40岁40几岁买也是可以的 所以年金的购买 如果是税后的话 应该是50岁以上比较好 那税前的话可能40岁以上就可以了 这是我的干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